哈囉大家好,我是紙片魔星 我們今天要來玩一款minecraft的養狗遊戲 來敷去捡骨頭 大家可曾想過 在冒險當中如果能夠有一隻真正的狗 陪伴著我們要有多好 真的minecraft原本的狗狗 在AI系統實在做的太差啦 沒事帶你出門 逃回各種氏族 暫時殺場回不來 最後為了他們的安全之好 把他們供奉在家裡當中 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Doggy Talents 養狗模組 完全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如果你想要的話 你可以丟骨頭給他們撿 你還可以把他們給抱起來 一言不合就騎上去 衝啊 如果你想要你還可以讓他放大 再變大 阿 這樣騎起來就合理多了嘛 也可以變小 變小 再變小 再再變小 然後讓他坐在頭上 Woo so cute 我的天啊 但是如果你想要 你也可以騎小隻的 來我們試著跳躍看看哦 幹甚麼在虐狗 我可別擔心哦 只是這樣子的話 狗狗是不會死球球的 如果真要殺死 他會放滿滿滿的TNT的 你真的死掉了吧 該不會 你是什麼妖魔鬼怪啊 這種動物保護法的領安樂死心智上路之後 在台灣管理瀏覽狗變得非常非常的困難 如果大家想要養狗的話 希望能夠以領養代替購買來解決這個問題 在漫漫序學當中 我們也可以透過骨頭來收養這些可愛的小狗們 當你領養牠之後 就可以為牠打扮打扮各種顏色的項圈、衣服以及相關的飾品 把牠當成正式世界的狗狗來寵愛就對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記得幫牠裝上雷達項圈 雖然minecraft裡面的狗狗死不了 但是你總不希望牠走私吧 透過雷達追蹤呢 我們可以找到距離你最近的狗狗的位置 而且在中心的狗狗還可以幫你打殭屍 當然如果你不想讓可愛的狗狗冒險犯人的話 也可以把牠訓練成牧羊群 手上拿著種子 可是這隻臭羊羊完全不理你怎麼辦 沒有問題只要吹個口哨 咱們的狗狗就會自動跑到羊群身邊 方便我們管控牠們 還可以幫你抓魚啊 咱們把挖爛魚拿去餵狗 不就成為泳動機了嗎 最後給大家整理一下 這個模組一共新生的三種可以放的物品 分別是水噴15噴以及狗 還有各種顏色的碎盆 但是以上這些呢 只有15噴有用 15噴當中可以放入各種人類 方便我們的狗兒肚子餓的時候自己過來吃 咱們的狗狗可以騎 牠也能騎你 幫你打怪 幫你找食物 肚子餓的時候還會發出咕嚕聲吸引的注意 太可愛了吧你們 當你拿起骨頭是牠們甚至還會全部歪著頭看著你 最後是無論如何 狗狗們都不會死掉 順帶一提喔 如果你想像的話也可以把狗弄成這個樣子